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德国已经进入了冬季打折季 德国一般有两个比较大的打折季 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在新年 因为折扣力度非常大 所以在网上很多适合我的号都没有了 所以我很赶快去门店看看 还是调到了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共搭配了四身衣服想跟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就从我身上穿的这件开始吧 这件是Urban Outfitters的一件 可以作为单穿也可以作为大抵衣的一件衣服 这件针织衫呢它是有弹性的 因为它是这样这种罗纹的这种编织方式 然后它所以它会有一些弹性 同时它里边编织了很多这种银丝 所以穿上去就会bling bling的 很适合开party的时候穿 它的领子部分我很喜欢 因为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小高领 没有很高 然后但是它又可以修饰这个脖子部分的这个曲线 另外这件衣服吸引我的一点是 它的这个袖子的设计很特别 是这种荷叶边的袖子 而且它有这种喇叭口 就可以中和这件衣服的这种性感中性风 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甜美的感觉 这件衣服其实它可以单穿 但是我想要给它多一点的变化 所以我给它外边加了一件这样子的一个碎花长裙 这件长裙是这种纱制的 其实是很单薄的 春天的时候穿是没有什么问题 冬天的话因为有点冷 所以把两件这样叠穿在一起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暖的效果 它的这个长裙的领子的部分呢 就可以露出这个银闪闪里边的这个大底扇 也会给它这个比较黑的这样的色调 增加一些亮点 听到长裙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不敢尝试 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模特那么高 穿长裙会显得更矮 但是这件就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它在这个腰部 其实是胸部以下的位置 会有两根这样的腰带 可以把它系在前边 系成一个蝴蝶结 或者你想要更加修饰 腰部的这个纤细的话 可以把它系在后边 这样子拉一下 会显得腰部更细 它的这个袖子呢 我很喜欢的是 它有一种 它有这种有一点公主袖的感觉 所以穿上会有一点点宫廷风 还有它这个裙子的下摆的是前边短后边长的这样的设计 所以走起路来会有一种很飘逸的感觉 冬天的时候通常穿的衣服颜色都比较深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戴了一个红色毛帽的这样的牛仔裙 我觉得可以给冬天增加一些色彩 增加活跃一些 它这个红色的这个毛帽呢 是可以卸掉的 它是这样子摁扣摁上去的 所以如果是过了冬季 不太适合穿这种带毛帽的衣服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把它卸掉 背面是有这种假兜的这样的花纹 拉锁呢 是这样带一个圆环 所以后边也是有一些设计感的 那这个裙子下边的边呢 是这样子不规则裁减的 就是会有这种毛絮絮 穿上的话就会觉得很青春 很随意的一种感觉 这个牛仔裙它的版型是高腰 然后有一点小A子型的这样的牛仔裙 所以即便是腿不是很长的人呢 穿上它也可以有这种修饰腿部线条的效果 可以让你的腿显得很长 我给这件牛仔裙搭配了一个这样乳白色的上衣 那这件上衣呢 前边是这样毛绒绒的仿羊毛的材质 加了一些民族风的一些装饰 后边是一般的卫衣的那种纯棉的材质 所以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会很保暖 当时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呢 是它刚好就挂在那条牛仔裙的旁边 我觉得牛仔配这种羊绒的这种材质 应该会很好看 所以当时没有试就买回来了 回来以后试了一下果然真的很好看 所以就很想推荐给大家这样的搭配 Mongo是我在打着机一定会去逛的一个品牌 我没有看到一些特别需要入手的产品 所以只是买了两件衬衣和一个裙子 这件衬衣呢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浅色的牛仔裤 不是那种特别紧身的 但是是有一些弹性的 可以修饰腿部的线条 让腿部更加的笔直一些 然后再穿一个中药的黑色的靴子 这样子就整体呈现一个非常干练的感觉 另外一件衬衣呢 是这样子戴黑边的 同时呢它还戴了一个这样黑色的领带 我是把它系成了一个这样比较随意的蝴蝶结 会增加一种甜美的感觉 同时也有一些书院气 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帅气的感觉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般的领带去系 如果你只是想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衬衣 来搭配其他的衣服穿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领带卸掉 其实白衬衣在搭配上会有很多的变化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这样子的 白色黑色花纹的包身裙 因为这件衬衣 它本身也是白色黑色组成的 所以夏天搭这样子 白色黑色的裙子就不会突兀 除了单穿之外 其实你还可以给它外边搭皮衣 或者是牛仔衣 或者是风衣 或者是大衣 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 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的搭配 好了那以上这些就是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我喜欢的单品 现在打折剂还在进行当中 我也还会继续的 入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如果我发现有什么特别值得 推荐给大家的好物 我也会在后面的视频 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觉得 值得特别推荐给我的东西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推荐给我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 国内的小伙伴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 还有微信公众号 IPU Super 另外我们也开通了微博 上面会经常po一些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更多有趣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羊毛质感的衣服 会有一种 原野的感觉 草原的感觉